Intel下一代Sandy Bridge處理器 除了將於明年第一季起推出市場外 同時亦有消息指出 為了針對低階市場 Intel亦將於明年第三季 推出SERON品牌的Sandy Bridge處理器產品 售價為每千貨單價49美元 將助攻平價低階市場 據了解 Intel除了於明年首季發佈採用 Core i7、Core i5和Core i3品牌的 Sandy Bridge處理器外 為了針對低階市場 亦會於明年第三季 推出採用SERON品牌的平價版 採用32Nm製程的雙核心處理器 集成繪圖核心 但目前詳細規格亦有待進一步公佈 除此之外 明年第一季推出的 售批Sandy Bridge處理器中 亦會推出一款Planetium品牌產品 由此可見 Intel未來雖然仍會為旗下的Planetium 與SERON品牌加入產品 但產品將只維持象徵式的小類型號 並以Core品牌作為主力